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用诗篇96篇一起来灵修 这篇诗充满了动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歧视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所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拿贡物来进入他的愿意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做王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那时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这首诗歌可能我们相当熟悉 因为歌词也编成了另外一首 我们常常唱的诗歌 那就是耶和华做王了 那么这首歌到底描写什么呢 诗人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给我们看见 讲到从他的百姓 要怎么样来敬拜 跟从赞美开始 讲到百姓开始之后 进入到万民 都来敬拜耶和华 不只是万民 列邦 更讲到原来所造的一切 用列举的方式 来描述神所有的创造 这个宇宙都要来赞美 最后讲到审判作为结束 其实我们要看一下 这首诗歌讲的内容的发展的话 在以色列人旧约的历史里面 这种发展是没有出现的 譬如神的百姓 不是常常忠心跟随的 很多时候是被立违背神的带领 不只百姓了 这里讲到万民 讲到列国要来赞美神 在旧约里面 这个并没有出现 列国万民只有很少数的认识神 大多数的时候 大部分的万民 这些外邦人 是来欺压神的百姓 与神为敌的 那么讲到宇宙性的赞美 那更是没有出现了 那么这首诗歌 诗人到底要写什么呢 这一类的诗歌呢 我们在研究诗篇的学者之中 归纳成为一类叫做 漠视性诗歌 也就是诗人所写的这一个内容和意境 并没有在历史中出现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漠视的时候会出现 这是诗人对漠视的一个预告和盼望 在漠视的时候 百姓忠于神 在漠视的时候 万邦来朝拜神 在漠视的时候 大自然所造的一切都要来赞美 于是在漠视的时候 神就带来最终公义的审判 而这个审判是带给子民一个欢欣和盼望的 我们现在教会时代 已经超越了旧约时代了 所以用这个眼光来看这个漠视性诗歌呢 那我们应该比当年的诗人更深入和更有共鸣了 因为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这里讲到的漠视就已经出现了 在这个耶稣带来的救恩之中 的确百姓有圣灵的帮助 会真心跟随主 不只百姓跟随主 万邦万民也来归向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万民归向主 认识主的情况已经出现了 当然漠视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在等待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一切所造之物也都要向神赞美 而那个时候神公义的审判就会出现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首漠视性诗歌的时候 我们真是心存感恩 也应该心存盼望 感恩的是 我们已经看见这首漠视性诗歌 部分的实现了 逐渐的完成了 盼望的是 等待漠视最终完成 耶稣基督再来 就带来宇宙性的赞美 也带来万民最终公义的审判 愿主带领 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读这首诗歌 今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灵修的时候 不止与当年的作者诗人共鸣 还可以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的恩典 使得这首诗歌 越来越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经历里面 让我们跟从他 直到末世的完成 看见公义审判的出现 愿神祝福你 一同跟随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